我告訴你 這一招厲害啦 快點給他學一下 你那個肉丸吃不到對不對 這個你要學起來 肉丸你幫我準備一份好不好 好 OK 我摸了 我摸了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跟智希 那你香蕉有沒有特別 特別 你問智希 你問智希 我還要告訴大家 有嗎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 我們兩個其實都是 所以我不能亂喊 你知道嗎 對 我這個第一胎其實是有在計畫內 可是這個計畫呢 還是得要靠一些 就是 助攻 對 這總是還有人在幫忙 還有人推屁股喔 沒有 不是 老人家怕 是 那個怕是他們怕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有到山上去嘛 然後就是去找我一個那個 姑姑 姑姑啊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個喔 這個湯 然後他就 他就做了一個 我們傳統的那個 原住民的那個肉丸 偏方嗎 偏方 然後那個肉丸的味道就是 裡面包什麼 好吃嗎 裡面是包我們那個 醃的那個 鹹豬肉 生的那種 很好吃喔 生的那種 生的那種 然後又就 很鹹的那種 然後他說 這個只有女生才可以吃 因為是要準備要給他 那個那個 助孕的 就是他就這樣 硬著頭皮吃 然後吃完之後 過來還擦淚這樣 這什麼味道 這麼難吃 其實他不是難吃 他只是味道比較重 鮮 對 很鮮 好啦 那就吃完這兩顆之後 然後我們就 沖繩那邊度蜜月 然後度蜜月 我告訴你 這一招厲害了 這招 OK 你那個肉丸吃不到對不對 這個你要學起來 肉丸幫我準備一份好不好 好 OK 這一個就是 蜜蜂法 何謂蜜蜂法 那一天晚上就在 就在沖繩弄嘛 什麼東西弄什麼東西 在沖繩弄 然後弄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我老婆就 嚇一跳 老婆說等一下我要倒立 三十分鐘倒立 然後就這樣打起來這樣 然後 然後他說 老公 那個包包 那個衛生棉拿 我說幹嘛 怕流出來 怕流出來 封起來 用衛生棉 對 封起來 為什麼你不是會吸嗎 不是 應該要用 大力膠蛋 擬量大力膠 不是 擬量沒有多到可以 撕出來 對 你懂嗎 你就在裡面 我量很多 你量很多 那你小心一點 那你要用 好不好 他會再回去 反正就是在那個範圍內 把它封起來 一個都不能逃 有沒有 就封起來 就三十分鐘倒立完 然後我想說 老婆你這樣真的有效 有效 還真的就蹦出一個來了 你知道 所以是因為倒立 因為倒立 倒立的話 沒有 還有那個肉圓 那個助攻 可能啦 肉圓 對啦 那個肉圓會有助攻 你有雙助攻啊 對啊 然後所以對不對 然後又加上這個 下過頭的功能 對 我們這個有內建 下過頭的功能 它也有 我跟你講 真的下過頭 就不用倒立了啦 不是 就是第一胎 我們還是先求保險 要不然 要不然回去說 不好交代 有目的性的啦 對 求子我也有經驗 對啊 你啊 你現在的經驗是什麼 你需要 你有沒有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可以避解 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要用 自然受孕的方式 一直都沒有 一個消息出來 然後智希的爸爸媽媽比較急 他想說急得抱孫子怎麼 一直都沒有 一直都沒有 好啦 有一次過年 跟他家人去南投玩 然後南投玩 他爸爸媽媽就說什麼 我們到南投一間 非常有名的一間叫 仙佛寺的廟 去那邊逛逛 去那邊拜拜一下 我們也不宜有 他就去拜拜嘛 觀光一下就去那邊 然後那邊有一個 介紹的一個石牌上面 就寫寫 什麼這個五百尊的羅漢 由來什麼的 就要傳說 只要摸遍這五百尊羅漢的 每一個頭 順時鐘是男生 逆時鐘是女生 夫妻倆只要齊心 摸完這五百尊羅漢的頭 就能夠如願的生小孩 我就看完 我心想 完了 不妙 五百尊耶 真的五百尊嗎 這五百... 就真的五百尊 真人大小五百尊就石像 就這樣子石像 每個不同的姿勢的石像 雕像 五百尊 然後在一個小山坡 然後一圈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 我心想說 我就 摸一下... 你爸媽應該是這個意思 交代一下 好啦 摸兩顆吧 我就想說摸個幾顆頭 意思一下就好了 他爸媽就開始那個笑容 拿來手機開始記錄 緊繃... 這是第一尊 然後那邊... 那邊 你知道我就真的那五百尊 從頭到尾把它摸完 我摸了 我摸了一個半小時 我跟志希 大過年的 然後那時候是天氣是冷的 我原本穿著外套 我後面是穿著吊嘎 滿頭大汗 五百尊摸 這就是爸媽的期待 天啊 大功臣 我媽懷我的時候 是超喜歡吃香蕉 我出生的時候 是五千四百公克 太重了吧 三千就很多了耶 高雄的巨嬰對不對 我那時候高雄出生的時候 是那時候有史以來 民國六十七年 有史以來第二重的 第一重是六千 我是五千四 天啊 那你橡膠有沒有特別 特別 有... 你問志希 你問志希 他會有什麼答案 有嗎 你問志希 傾希